來看台北市說今天有很多志工 是送過年的年菜 去一些獨家的老大人家裡 這是台北市的社會教結合 一些有愛心的企業 和組織團體 大概是有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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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這六十的民眾也能過一個好年 台北市長好良民做油菜 跟年菜送到謝伯伯的家裡 七十四歲眼睛看不到的獨家 是大人謝伯伯 今年過年也有青草的年菜很好吃 不然這次過期過年都要靠去到 服務員特別送飯來 一個人就帶在家裡就這樣過 假如要吃的如果說像年菜 需要加熱的 我有居家服務員幫我從他家 加熱拿來才給我吃的 就是這些料理有鮮仔頭有鮮仔 三菜一湯加一塊菜頭粿 專門為十多傳的料理 等一百二十六的志工合作之下 包括送酒車 感謝愛心車隊幫助之下 今天要送到全台北市 兩百七十九的獨家的士大人出來 請他們就是有一個好年可以過 五年前做好事你自己也會很快 對啊就是一個大家一個心願 另外也有四百的助成家庭 也可以用鐵會館拿到愛心年菜 結合民間愛心的企業 主持團體 台北市的助成家庭今年過年 也能在家裡好好享受一頓好料的 記者 個人主 個人主 台北報導 謝謝